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是問答環節 我們依然會開放問股熱線204-6566 亦歡迎大家繼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但解答股票而難的就換了另一位嘉賓 就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直曉快Stanley在旁邊 Stanley 早晨 你好 先看看暫時跟進大致方面 現在恆指跌105點 做23,226點 跌幅不超過1% 國企指數跌50點 做10,389點 大致成交暫時173億 見到期指都跌166點 23,222點 低水4點 成交量方面暫時超過26,000多張 不如跟你說一說大市方面的情況 見到今天來講大市 成交量好像少了 但指數向下跌100多點 其實現在暫時來講大家 是否官網氣氛比較濃厚一些 等著何時真的會通互廣通的消息 其實如果你純粹說大市的氣氛 是 真的跟之前比較的話 是差了一點的 這是真的 因為最主要 也正如你剛才說 胡廣通究竟什麼時候真的通呢 都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因為如果你以回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 你自從互廣通之後 就是有這個消息之後 港股的交投量其實是OK的 都維持大概是六七百億作用的水平 甚至乎各地的日子 都可能是超過八百億頭上 但是在過去這兩個星期的時間 這個成交量都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原先大家都以為 因為之前有些公員都說到 如果假設推的時候 都可能是會預了一兩個星期 就會向外界宣佈 但是你見到過去這段時間 似乎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而且有些公員都開始留一些口風 即是說 正在準備了 時間就有待確定 令到市場本身 你說現在究竟 對於什麼時候真的推出來 都真的大家都不是說很清楚 所以你會見到過去這兩個星期的時間 講過的成交量方面 都真的縮了很多 甚至乎有個別的時間 得到大概是五百零幾左右 都反映了大家現在 一來入市的意欲 一來又不是那麼高 二來你有貨在手 都不打算沽貨出去 所以也令到形成了情況 就是現在有點而是買賣兩限 所以究竟什麼時候 大事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呢 都真的要好視乎 究竟滬港通 什麼時候真的通通了這一條水 但是初步看回 你說大市 本身的抗電力是比較大的 比較高的 因為這一輪 雖然你都可以說 美股也好 這個內地股市也好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尤其是美股方面 每一天 現在 如果計算今個月來計 波動區間 大概1%的日子 都超過10天 都可以說是近年來說 有比較多的一個月 所以反映外國市況都很波動 而我們股市也比較短 但是對於港股來說 暫時大概是 22800 23000點這個位置 都似乎打到底了 所以你說後市方面 不跌穿這些支持位的話 問題又不大 但只不過要升上去的誘因 暫時來說 這個護滾空 大家要繼續等一等 好 謝謝Stanley 跟我們跟進大市方面的情況 這刻大市都跌幅收窄了 暫時跌了73點 最緊23260點 這時候聽聽嘉玲觀眾 看看他們有甚麼問題問你 在旁邊接通了有吳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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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問題問Stanley 我想問2822現在這些位置可不可以進入呢 和123也是這些位置可不可以進入 和123如果胡廣通通了 關不關他們的事 明白 先說一下2822 南方A50 剛才青年都說到 如果胡廣通通了的話 其實不單止對於港股方面有大的刺激 我想對於A股方面 的幫助更加大 看到2822這一刻 正在8.97 暫時來說 剛剛跳了就沒有升跌了 看到股價近日壓著10天線流口 其實應該怎樣看股價走勢呢 大家都在看A股 A股暫時來說都沒有消息 是否暫時這隻股份 都是先吐一吐 嘉玲觀眾想進入 現在是不是良機 其實很有趣 因為你可以說 買這些我們叫來地的ETF 本身你問我的話 沒有的 其實買來擺 我覺得這些是一個長線的補助 還有一些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幾有趣 如果你說在年初的時間 年初至年中 甚至乎可能是頭8個月的時間 A股的表現就不算彈青 在全球股市場裏面 它不算彈青 但在過去這個月的時間 其實A股的表現是十分之良麗 所以現在你回到年初至今的時候 A股的升幅大概8%至9% 基本上是跑贏了外圍 甚至乎可以說 在全球股股市場來計 A股今年做得不錯 是一個比較好的表現的市場 所以你可以說 這一類的ETF本身 都是跟著A股來走的 雖然近期來計 形態上好像比較差 但是如果你純粹用一個 長線持有的心態的話 其實是沒有的 即是220這些 你不就先拿著 即是如果你沒有貨 想買的 這些位置你可以考慮 但是我會建議 買這一堆的ETF本身 分住買 即是你不能注注下去 可能你預計自己 有兩三注的本錢 因為內地股票市場 近期可能受到IPO重啟 這個因素影響之下 比較上是低一點的 所以也不排除 後市方面 都依然有些比較大的波動 但是始終我自己對於A股的看法 我相信 不太長 可能是這半年左右的時間 都依然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有貨 如果你沒有貨 想買的 這些位置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入第一注貨 假設它再跌5%以上的話 就會再入第二注貨 但是我相信 暫時來說 客人的空間是有限的 說完二百二二 跟進下一支 一二三 就是月秀地產 這支是省企 嘉寧觀眾問到 對於胡廣通方面的關聯性 這支沒有A股 賣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 也是港股通 其中一支股份 換言之內地人 在胡廣通通過之後 可以來到香港賣這支股份 見到月秀地產 現時來講 正在1.37 暫時沒有升跌 股價方面 最近來說都是低走 嘉寧觀眾想買 是否有機會 其實你可以說 月秀是 我都相信 在胡廣通之下 不排除 或者這樣說 有機會 可能成為一支 受關注的股份 但是只不過要理解 因為其實你可以說 不論A股市場也好 港股市場也好 其實有關於房地產股份的數目 都真的很多 就是會不會選到它呢 這個是要大家再相確的 但是你可以說 房地產這個板塊 我自己的看法 都還是比較審慎 因為當然你可以說 很多的城市本身 都開始有些叫做 鬆綁的情況 但是經常趕心 這四個地方 即是北京、上海、廣州 以及深圳 都還沒有一個釋放限扣令的情況 所以對於月秀來計 似乎它受惠的程度 應該就不太大 其次就是 其實現在內地樓市的問題 就不是說 你究竟是鬆不鬆放的問題 而是庫存太多的問題 庫存多 你可以解決的方法是怎樣呢 去庫存 但是現在還處於一個 去庫存的階段 所以我們的樓市 我覺得是難搞的 你倒塌就不會倒塌 但是要好 我想還不是時候 所以你是月秀的 如果你假設純粹是一個 叫做薄反彈的 即是炒在一個波動區間的話 這些位置 你不妨這些位置 不妨 可以撐一下 但是我會建議 如果以這些位置買的話 如果下面來計 暫時以過三度 還有一個指示位 不算的話 可以駁到一個短線 即是短線的時間 但有機會可能會去大概 一個市場的位置 但是我還是建議 暫時來說 還是一個短線的投機 比較適合 吳小姐解答到你嗎 解答到 解答到 好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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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內地內房版塊 最新的表現 看看就是內地房企方面的最新表現 現路中海外現在跌超過百分之一 華潤之地 17.74 跌2.4指 萬科企業 14.18 跌4線 碧桂原造 3元升3線 世貿房地產 16.02元升2線 富利地產 8.09元跌4線 雅居樂 4.01元升1線 指 合景泰富 5.42元升1元 6成 中國7.78元跌5線 恆大地產最新報2.97元升1線 謝謝Stanley 這次問題環節到此為止 最後和你做回申報 剛提及過的股份或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 和大家跟進大致方面的表現 恆子方面跌幅 在短短這一節收集了不少 現在跌16點 做23317點